我们预计在这个台风北上的同时 它的外围环流也会把比较强劲的西南风 上面的水汽也带往台湾来 中部跟南部地区会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可能 今年西北太平洋第九号台风卢壁 在早上八点形成了之后 由于它的路径持续接近我们台湾西南方的海面 因此中央气象局在稍早两点半 已经针对第九号台风卢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我们从卫星图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台风未来会逐渐的朝东北再转偏北的方向前进 大概在明天中午前后会登陆中国福建跟广东的交界这一带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暴风圈会逐渐进入到我们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 所以我们要提醒在这个海面航行及作业船只 要特别留意台风的最新动态 而至于这个台风在未来移动的状况的话 我们从浅势路径图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台风在明天登陆了中国之后 还是会持续以偏北转东北的方向前进 大概在5号的晚上 6号整天到7号的上半天 会逐渐的通过福建的沿海 在这一段时间 它的暴风圈很可能也会对我们的金门 马祖甚至澎湖构成威胁 因此气象局呢 也有可能会针对这几个地方 在明天下半天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这个台风它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主要的深对流其实是发展在中心以南的区域 那这个区域的话其实是整个大低压带当中 西南风最强盛的地方 我们预计在这个台风北上的同时 它的外围环流也会把比较强劲的西南风 上面的水汽也带往台湾来 因此除了对于澎湖 金门 马祖 暴风圈可能有所影响之外 这些外围带上来的水汽 对中部跟南部地区 也会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可能 6号到7号这个台风是影响 我们最大的时候 预计在8号之后会逐渐加速远离 台湾也渴望在8号之后 逐渐脱离这个台风的影响 对于澎湖的影响